退一赔三 我上了特斯拉 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大家知道啊 特斯拉电动车前几年到现在 其实都还挺火的 有个叫韩普的人呢 和特斯拉公司在19年的时候 签订了一份二手车订购协议 买了一辆Model S二手车 在19年5月份呢 付了379700块 并在当年6月份完成了过户手续 买车前呢 特斯拉公司承诺 我们销售的二手车 那时经过200多道工序的车辆检测 车矿梁结构性损伤 使用在5年以下 并且总行驶里程不超过8万公里 那巴拉巴拉 反正总结一句话 再给二手车买的放心 用的踏实 结果 韩普买的时候还挺开心 买完之后两个多月 活活的修了7次 更可怕的是呢 据判决书中写道 在19年8月份 韩普在驾驶过程中 车辆突然瘫痪 电门刹车全部失效 差点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这谁忍得了啊 于是韩普就去找鉴定公司 鉴定车货 19年11月 鉴定结果显示呢 这个车有结构性损伤 是事故车 好家伙 还好我命大呀 等着赔钱吧 于是呢 就向北京市大型人民法院 提起了诉讼 韩普请求呢 撤销这个二手车订购协议 返还购车款 379700块 赔偿三倍的购车款 113万9100元 由特斯拉公司 支付鉴定费6000元 公证费905元 以及全部的诉讼费 后来啊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啊 特斯拉确实存在欺诈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呢 应该退一赔赛 向韩某共计率退位 151.88万元 特斯拉不服啊 还上诉了 21年9月份呢 二审判决 驳回特斯拉上诉 维持原判 大概就是以上这么个事 那如果有消费者 和韩某一样 遭受了欺诈 想维权 该如何认定商家 有欺诈行为呢 首先啊 咱们捋一捋 啥是民法上的欺诈 民法上的欺诈呢 是指一方当事人 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或者呢 故意隐瞒真实的情况 就像本案中的特斯拉公司一样 我这车贼吧 没有任何结构性损伤 马上赶紧买 又使对方当事呢 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 啊 真的吗 好 我买了 这个时候 你就受到了欺诈行为 简单来说 就是你事前承诺的 和你买到的 不一样 结合本案案情呢 说服的争议焦点 也主要是 特斯拉公司 授钱承诺的 没有发生重大事故 或者是火烧水炮车 也不存在结构性损伤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啊 除了是否为火烧水炮车 能够从客观的判断以外呢 这个重大事故 结果用损伤的界定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双方也是争执不下 最后 法院认为呢 特斯拉公司 作为专业的汽车制造 和销售企业 在向消费者 出售官方认证 二手车的时候 应当依据 诚实性原则 被交易车辆的状况 尤其是曾经的事故 和围求情况 在合理的范围内呢 应尽可能的 还缺乏客观权威标准的时候 应当做出对特斯拉公司 不利的解释 而且啊 在双方对涉案车辆 是否因为事故 发生节奏性损伤 存在分析的情况下 特斯拉公司提计的证据 也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另外啊 从特斯拉公司提计的 涉案车辆维修照片看 涉案车辆的维修呢 确实涉及到大面积的 切割焊接等 这种修理方式呢 和程度啊 必然对消费者的购车意愿 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特斯拉公司呢 仅仅是告知 韩某 车辆不存在节奏性损伤 不足以达到 应有的信息披露程度 因此呢 不论从积极的作为 还是消极的不作为来说 特斯拉公司 都是具有具体的欺诈行为的 该欺诈行为 使得韩某 陷入车况良好的错误认识 并且韩某呢 基于错误认识 做出了购买 涉案车辆的意思表示 而且啊 综合本案事实可知 特斯拉公司 是知晓的 或者是应当知晓的 它具备其他的主观条件 所以呢 特斯拉公司构成 民意上的欺诈 如果啊 我们碰到类似的情况 也可以去做这样的 简单的分析 来判断自己 是否被欺诈了 既然商家已经构成 民意法上的欺诈 那消费者的索赔范围 有多大呢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55条第一款 兼着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 应该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呢 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500块的啊 为500元 结合本案 法院呢 也支持了韩某 要求特斯拉公司 赔偿三倍购车款的请求 也就是113万9100块 另外呢 还需要提一下的是 依据相关规定呢 在欺诈的情况下 定例的合同是可以撤销的 所以啊 法院判决撤销 他们当时签订的 二手车订购协议 特斯拉公司呢 因为这个合同 取得了财产 也就是购车款 379700元 应当返还 那么如果遭受欺诈 消费者有哪些维权途径呢 首先啊 可以先和商家 进行协商沟通 协商不成呢 可以向网购平台 消费者协会 或者依法成立的 其他调解组织图诉 消费者协会了解情况后呢 一般会对产生争议的 消费者和商家 进行说服劝导 沟通调解 比促成双方的达成和解 当然了 调解并不是解决 消费者权益争议的 必经程序 除此之外呢 消费者还可以向 相关行政部门申诉 让行政部门帮助维权 比如工商局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等 如果通过以上方式 还是无法解决 那么可以像韩某一样 勇敢的去法院提起诉讼 二年九月份 已经维权755个日夜的 前特斯拉车主韩某 终于兴奋的 发了一条微博说 申诉了 消费者维权不易 而三月十五日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和维权能力 应运而生的 而据我所知 很多人也只有在 三月十五日这一天 才会有一丁点的维权意识 很多时候 面对不公的待遇 我们的维权意识 比较淡薄 也许因为标的额太小 觉得不值得折腾 也许 虽然涉案金额很大 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金钱 还要等一个不确定的结果 耗不起 而最终放弃 但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 是各行各业 积极发展的关键动因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需要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的助力 消费者每次的容忍与退让 就是在无形中 助长了黑暗与邪恶 而作为商家 也应该遵纪手法 以健康的心态 看待消费者的合理维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